我们看172页 第十一经 前面就是讲 跟五蕴一样 讲六处 无常 苦 空 无我 要知道这个道理 以眼 离 玉瘫 讲这个 跟五蕴都是一样 看第十一经 他说有这么一天 佛在七眼金色 世尊跟比丘讲 一切无常 临合一切无常 为眼 无常 若设 眼是 眼处 眼处 因眼生 受 苦 热 不苦不乐 比亦无常 好 这个其实是身心环境 不断在变化 我们的感官 面对境界 身体感官 也不断在变化 境界也不断在变化 就是沉 心也不断在变化 那由此而生的心手 受想行 也不断在变化 其实就是 他都是刹那刹那变化 好 所以这里讲一切 那这个是所谓的一切法 一切是十二处 那如是 这个 多文身地址 如是观者 假设你这样去观察他 那么 以眼 生 厌 那么 生厌并不是 你很讨厌他 不是 就是你不会去执着 因为我们烦恼是因为 我们希望他长 结果他无常 我们希望他热 他是苦 就是这样 那么 我们希望他静 结果他不静 那因为这样 所以 我们会执着 那这里 生厌 就厌离 那么 就是你不生浴滩 他就是厌离 若设 眼是 眼处 眼处因人所生受 那不管是苦乐 不苦不乐 那么你都不会 直取 都不爱不取 那这个叫做厌 耳鼻舌生意 触 耳鼻舌生意 跟生相畏触法 那么 也是这样 亦是亦触 亦触因人生受 就是最后 第一个跟最后一个讲 耳鼻舌生意 设生相畏触法 也是这样 那么亦是亦触 亦触因人生受 那么 若 苦绝 乐绝 不苦不乐绝 比亦生焉 焉故不乐 不乐故解脱 解脱 故 有解脱之间 那解脱之间就是 我身已尽 犯人以利 所作与作 自知不受后有 那么这个跟前面的五蕴里面也一样 就是 这个六路处里面讲 苦空无常无我 都是这样讲 好 前面的几步经都是 都是跟五蕴都是一样的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我们就不多做解释了 那到 从这里到三十九经这边 应该差不多也是都是一样 好 我们去看一下 有这么一天 佛在齐远经社 世尊跟比丘讲 一切无常 跟前面那一部经一样 但是他 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小差别而已 大同小异 原和一切无常 眼 色 眼视 眼处 眼处 因眼生 瘦 这个瘦 或苦或乐 或不苦不乐 那么这一切 全部是无常 那 这个就是我们 三法应说的 诸行无常 好 那如是耳鼻舌 生意 法 意识 意出 意出因缘生瘦 苦乐不苦不乐 也都是无常 那么多文圣弟子 如是观者 于眼解脱 色眼视 眼处 因缘生瘦 苦乐不苦不乐 比意解脱 如是耳鼻舌 生意法 意识 意出因缘生瘦 苦乐不苦不乐 比意解脱 我说比解脱 生老病死 幽悲老苦 基本上 就是 就是 你能够 在 一切 苦受 我们前面讲 六路处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 因为这个受 因为这个受 那个处是受的因 那么后面造业 那么想尸 那这个是助缘 那么 这个 后期烦恼 那这个是 有这个苦果 那 这个受 你 如果我们 在日常生活里面 如果 依这个经来讲 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 在 某些时候 因为某件事 或是某个人 那 我们在里面 感受到痛苦 或是他带给我们痛苦 这一件事 这一件事 那么 一直不能解决 那么 我感到痛苦 这个人 那么 一直对我这样 我感到痛苦 那 或是我自己的身体 那一直这样 我感到痛苦 那么 这世间 不管是苦受热受 但是我们在苦受的感受 会比较深刻 在热受的时候 热受也会成为苦受的因 但是 一般我们热受的时候 那种思维力比较弱 苦受的时候 那个思维比较深刻 人在受苦的时候 而没办法解决的时候 那么 首先 首先 会烦躁 烦躁久了 他开始会冷静下来 然后会去思考 比较会这样 那热的时候 比较不容易 热就热在其中 但是一般人很少苦在其中的 就是热在其中 就一直这样下去了 一辈子就这样过去 所以天脸不容易修道就是这样 但是苦的话 一阵子 如果你没有苦过这样苦 那么你会反应很大 但是你一直在受苦 而没有解决的时候 渐渐渐渐 一开始你会抗拒 就是苦来的时候 你会很强烈的抗拒 这是一般人 我们说的一般人 很强烈的抗拒 抗拒完了之后 也没办法解决 后来你会渐渐接受 那么接受了之后 这个时候 有一些人就习惯了 那有一些人会去思考 如果他还有那种力量 他要处理这个苦 他会去思考 为什么都是我在受苦 为什么我一直在受苦 为什么我一直要受这种苦 那么他开始会冷静下来 沉淀下来 就是他会经过一个沉淀期 然后这个沉淀期 他会伴随着思考 就会思考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有佛法 那就比较容易 你就开始要去想 就是一切 一切其实都是无常 那无常的基本上 他会有生灭 但是他这个生灭 生灭不是 他一定是怎么样生灭 不是 他的生灭伴随 有一定的理责 他有因有缘 所以你好好去想 这个因跟缘 因为他很复杂 其实夜报很复杂 那我们的心也很复杂 其实也蛮复杂的 但是再怎么复杂 他的变化有一定的理责 就是再怎么复杂 他的变化都有一定的理责可循 我们叫做有机可循 所以有时候 我们不凡冷静下来 就我们这一生走过来 每一个人都有苦不堪言的时候 真的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 然后就被压到喘不够气来 但是还是一直在喘气 都是这样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 可是如果你好好 因为你越不甘愿 那么你就会越苦 通常是这样 那你冷静下来 稍微思维一下 那么这一切在变化 你以前觉得 我就快喘不过去来了 我快要不行了 我再也不能忍耐了 但是还是一直走过来 真的 通常都是这样 可是苦会不会延续 那就不一定 有智慧的人 他从苦中找到苦的因缘 然后就是他发现苦的机制 就是发现苦的因缘 那么找到解决苦的方法 不断尝试去找寻解决苦的方法 那找啊找啊 你如果有学习佛法会比较快 没有学习佛法就不一定 要看你过去是不是善根 也有可能找到 那么找到最后 解决苦的机制 解决苦的真结 一定都是跟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有关系 一定是这样 那那个就是你 第一个跟你的执着 你越执着 你越不容易找到 你越执着 越不容易找到 那么 你的这个执着 我们就叫做我爱 爱取有 取就是一种强烈的执取 那么你强烈的执取 就是你对他有超高的期待 你觉得他应该是这样 不应该是这样 你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如此 不应该是如此 你觉得这个人应该 应该要这样 不应该要这样 那么他 他结果他超出你的 超出你的期望 就不在你的期望值里面 所以你就会感到非常地痛苦 你不能理解 那其实 其实一切的世间所发生的现象 不管发生在别人身上 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其实 他都不是无阴无远的 他都不是无阴深的 他也不是偶然的 他都是因缘而合的 那么你慢慢慢慢 发现这个事实 不管是好还是不好 那一开始我们也不能谅解 为什么好事都是 发生在别人身上 为什么坏事都发生在我身上 真的 如果你的人生 还比较苦的样子 为什么 为什么笑的都是别人 哭的都是我 那你会很不能理解 而且会充满怨恨 但是如果你慢慢冷静下来 想这些事 你会发现到 自己受苦也不是没原因的 真的 我小时候这样想过 我知道 我这个事 我成长过来 我知道我这件事 真的 那你慢慢慢慢 那个时候还没学习佛法 不过现在学习佛法 更清楚就是了 不过就发现每一个人 基本上大多数都是这样 只是有的人一直在受苦 他还没有办法能走出来而已 但是即使你知道 为什么受苦 也不是马上就能不受苦 没有啊 因为很多都是 如果你是因为烦恼受苦的 那你马上能够不起烦恼 那么你 你因烦恼而受苦这件事 马上就没有 但是有一些是 缘跟业 你没有烦恼 但是你的恶缘仍然会来 就是你不止 你自己本身没有烦恼 但是有一些恶业恶缘 仍然会让你受苦 这个是你过去的烦恼 形成的 成熟所形成的 所以他必然还得受苦 那么如果你知道的话 你知道的话 那么你也不会 你身体会受苦 但是心不会受苦 就算受苦你也很能理解这件事 就像你今天肚子痛 因为我只是假设 如果你今天肚子痛 你知道我一定是吃错了 你不会怪罪任何人 那一定是吃错什么东西了 你自己吃的 那明天还痛 你也不会怪你的肚子 都痛一天了 你到底是要痛几天 也不会 为什么 那就那个症状没解决啊 对不对 一样 那你的痛苦 跟你的肚子痛是一样的 那么他也许是 人家煮的东西 煮错了 或是煮不对 但是你吃了 你去挑那一家吃了 或是人家煮对了 但是你的手不干净 或是你早上吃什么 然后中午吃什么 它不干 它不合 那么他有很多原因 但是一定跟你吃了 这个东西有关系 就是假设你因为食物 而拉肚子的话 那么你的心一定是 只取某些东西 接受了某些东西 就像你的 你吃进去的某些东西一样 那么它在你的身体里面 产生反应 好或不好的反应 我们就叫做苦跟热 那么你曾经 你曾经只取了什么东西 它在你的生命 也许是过去 也许是现在 那么产生反应 也许是过去生 不一定 就是你也许记得 也许不记得 但是它就是会 一定会产生反应 那这些反应 也许是好 也许是不好 那就叫做 这个苦跟热 那么你慢慢了解 这些事情的真相之后 那么你开始 你开始会试着去理解 理解一切 让你受苦的现象 背后的那个原因 那么就算你一时 不能理解 你也知道 必然有原因 只是我还没找到 我就说嘛 就好像你家的水管 漏水 水管那么长 那有些埋在土里面 但是你知道 一定是水管 在哪一个地方漏水 那要不然 那个水表 全部都关起 水龙头都关起来 水表还一直跳 那肯定就是 哪个地方漏水 要不然就是 那个垫表坏掉了 那么所以 你就算没找到 你也知道 必然是 哪一个环节上 哪一个环节上 出错了 那么这个出错的部分 就是哪一个环节 你没有调整好 但是 从佛法 从缘起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 佛头已经跟我们讲了 它的一个关键原因 就是你直取 你一定直取 这件事虽然发生了 但是你会一直受苦 如果你是短暂受苦 那么你直取了 放了 你就不受苦 比如说简单来讲 这个人打你 那么打了你之后 你身体会受苦 心也会受苦 这个是很自然 直接的反应 但是 打了你之后 打了你之后 那么 当下会受苦 那也许打得很严重 会受苦一阵子 但是 如果你的心 一直直取这件事 你不甘愿 你就会因为这件事 受苦一年两年 身体的伤好了 心里的伤还没好 那么你一直不原谅它 那么我们 我们不能原谅别人 这件事 它本身就是一个 很强烈的直取 那么 它心中有怨 它就会造成你身体 那个怨恨心 不管是谁对不起你 不管是谁 神经伤害过你 它那个怨恨心 不断不断地在折磨自己 所以有时候 我们原谅别人 是为了放过自己 因为 你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一直 因为这件事 折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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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真正 原谅别人 对自己 对真正的是 你才能 因为你 你会一直直取 那个痛已经过去了 甚至身体都已经不痛了 没有伤痕 甚至伤痕已经好了 但是你内心的痛还占 一直占 每次想起来 你就痛苦 我们都有一些痛苦的往事 我觉得 苦大苦小而已 应该是没有人 没有 应该是没有 不管是家庭的 环境的 身体的 个人的 应该是没有 大部分人都有 那问题是 你知道发生过这些事 他也曾经这样的伤害过你 但是 你要知道 这一切都是无常的 其实他不断在变化 过去就已经过去了 所以为什么 告诉你过去心不可得 虽然你在找你的心 你在找你的心 不在过去 不在现在 不在未来 他也一方面跟你讲 过去心不可得 有没有 过去事也不可得 他曾经发生过 没有错 也曾经这样 让我痛苦过 没有错 但现在 现在的我 已经不是过去的我 他曾经经历过 但是 也不过就是 曾经经历过而已 他已经不是现在的我 所以你不用 只取那个过去 来伤害现在的我 就只取过去的经验 来一直伤害现在的我 因为 你如果在过去的阴影下 或者在过去的荣耀下 你都没有办法 那么勇往直前 去创造未来 那么 去追求这个解脱 因为力量被限制住了 力量被过去 这些伤痕限制住了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一生中 包括昨天 包括前一个小时 前一分钟 那么 他都不断在发生 种种的事情 不管好不好 不管好不好 他也不过就是一个境界 好也不过就是一个境界 不好也不过就是一个境界 那他就是如事如事而已 那你常常这样关 常常这样关 也不是说 因为我们还有我见我爱 你会发现到佛陀讲的 真的就是 一个就是 你先有直取 先直取这个境界 过去的 现在的 或者少分未来的 希望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融合在一起 那你的心产生反应 这就是处 那这个反应一定跟你的 我见我爱结合 那还要跟你的 你的对这些过去的经历 又结合 那么结合起来 它就会对心 产生不断不断的变化 那如果你每次 你只要养成习惯 你现在养成习惯 那么只要发生会让你烦恼 忧虑的事 你不管你是担心你儿子 你先生 你太太 你爸爸 你妈妈 甚至担心这个 这个世界会大战 不管你担心什么 你好好想 你所担心的这一件事 不管它发生不发生 那么 不管它发生 它都是因缘而发生的 那有一些因缘是 你可以主导的 有些因缘是你可以主导 比如说你肚子痛这件事 那么你也可以去防范 它都是因缘发生 它已经发生了 你现在要确定 它已经发生了 那有一些是你担忧 担忧还没发生 但很怕它发生 很怕它发生 那么你要知道 未来的事是不决定的 它会不会发生 那是不一定的 那有一些事 它有一定的诡则 它一定会发生 今天太阳 今天太阳还没下山 那么太阳下山 比如说在七点六点 它还没发生 但是我们知道 它一定会发生 这件事一定会发生 太阳明天 太阳下山了 明天还会起来 那这件事情 未来的事 我们不知道 但我也知道 这一定会发生 是不是 那讲到最后 那么老病死 我们一定会有发生这件事 那么又会换另外一个 就是六到五 那就会转 那么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那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是你不能 你知道 但是你不能主导的 我们常说天要下雨 两要下人 这些事 两要下人 可能还可以主导一下 那么天要下雨 这件事 可能你也没办法 那现在 就是说 你要了解到 世间的一切的现象 那么这些现象 它不断不断发生 哪些现象是会干扰你的 那么哪些现象 干扰了你之后 就是你会忧悲恼 忧悲恼的 忧悲恼的 那么你 你有没有办法去解决它的 如果有 那么你要去思考 那么苦是无常的 无常的意思是什么 它不是一定会苦 它不是 就是它如果还没发生 那么它不是一定会 我们如我们所想的 那样的发生 那有一些是会 有一些不会 但是你要分清楚 就好像太阳下山 不下山这件事 虽然还没发生 但是它一定会发生 而且它不管你高不高兴 你明天要出去玩 还是怎么样 那么它不会 依你的意愿而发生 但是它还是 循着一定的诡则 在发生的 一样 那么像你老病死 这件事也一样 那你可以延缓 但是你 你有些可以 但不完全是可以 但是它也没有办法 阻止它发生 那个就是已经 我们叫做夜报已经成熟了 它一定要受报的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你让它不成熟就好 那我们在每一件事上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能不能主导 不知道 或是它是成熟的夜报 还是还没成熟 但是你每次在发生 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都好好想这件事 就是观无常 就是说 这一切都读不断在变化 你从小到大 你就往你小时候开始想 从小到大 我也不是没有受过苦 我也不是没担忧过 忧悲恼也常常有 那现在呢 还不是一样过 可是它为什么过的呢 有时候是自然而然它就过了 因缘没有就过了 有时候是 一直没有过 你小时候的阴影 一直在内心没有过 为什么 因为你一直直取 一直直取 不管你曾经伤害过别人 你也会过不了 你会自责很心仁重 就觉得罪恶感一直在内心 那也不对 那就是说 那也会胀道 如果你的罪恶感太重 也会胀道 如果你完全没有罪恶感 那也胀道 但是 不管你有没有 它都是一种直取 都是一种直取 假设你曾经伤害人 或是你曾经被伤害 或是你现在的身体 正遭受伤害 那不管是 不管是这个环境的伤害 什么样的伤害 那你的心一直在受苦 那你要好好想这些事 那一切都是无常的 那你看那个佛地址里面 有一些祭食 祭食用功很修行 祂也苦啊 祂也不是不苦 祂也不是不苦 真的 可是祂在面对苦的时候 祂要往哪一个方面 就是祂怎么看待 祂怎么看待生命这件事 祂怎么看待生命在受苦这件事 祂怎么看待我的生命 现在正在受苦这件事 我的生命 我的身心 现在正在受苦 好 我的身心是什么 沿着鼻子生命 有没有 我的生命是什么 那正在受苦 苦受热受 不苦不热受 它又是什么 好 那它告诉你 你要怎么样看待这些事 不止取 生厌 有没有 这个就是讲这个啊 那这个就是一切法啊 你所经历的生命中的一切 生命中的一切 包括你看到的 你听到的 你想到的 现在看到的 以前 以前发生过的 留在在心里面的 叫做义跟法嘛 颜耳鼻则生义 色身相畏触法 那么曾经发生过的东西 都会流场在内心里面 形成一个影像 那个叫做法成嘛 然后你会偶尔会想起来 相续心 要意念起来 那个叫做义对法成嘛 那尤其特别是 义对法成过去的痛苦经验 那么这个 常常会折磨我们的心 那你担忧未来也会 对未来的忧虑 担心你小孩 担心你父母 甚至担心你自己 担心这个社会 担心这个国家 担心台湾的前途 反正多了 我告诉你 那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东西 如果你真的能够从 无常跟远起 去看待它 当然一开始 无常的力量没有那么强 就是我们观无常的力量 没有那么强 我们看远起的角度 没有那么深刻 所以它的力量 还不是很大 但是你常常这样看 常常这样想 你的无常观越来越深刻 你的远起观越来越深刻 它就会间接或直接的产生力量 让你的苦可以止息 或是你有那么苦 减缓 那因为我们大部分人 没有这样尝试过 去想 就是在面对 尤其是苦受的 因为它这里重点 六路处重点就是 像前面说的 从这个苦受 因为我们有苦 有这个苦受 那这个苦受自然会有种种想 那么种种想的时候 如果你想不对了 那么你解决的方式 就失嘛 受想失之后 就开始采取行动解决嘛 很多东西是这样啊 那么包括 你把它收藏在内心 那么形成一种伤痕 那个也是 那个也是 身口一行嘛 那个也是你解决的方式嘛 你把它包裹起来 让自己慢慢慢慢忍受 那个也是一种 一种解决方式 好 就是说 你苦之后受想行 那么苦的前面 苦是已经结果 它是果嘛 它是种处 那这个处 尤其是你过去生的 就是处就是 这个跟成是何而生 就是你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你曾经有这样不当的反应 就是不当的执取 那有些是 你不当的反应发生之后 你马上知道了 你不再执取 你不再有这种不当的行为 那么你也对这种过去不当的行为 你也不执取 就是说你错误 你又因为你的错误 而悔恨 而怪罪自己 而怨恨自己 那还是一种错误 就叫错上加错 你已经错在前面了 后来你又不断的责怪自己 那个就是错上加错 比如说 那么你因为 有些人 有一个 比如说 这个母亲 父母因为生病 那你很好心 去买那个药给他吃 结果你买错了 反而致父母已死 那么你就很难过 非常难过 你一辈子都活在 这种悔恨里面 那这样就是错了 你错在前面了 那你的错 并不完全是你的错 因为 为什么 因为你愚痴 你不晓得这种药是不能吃的 结果你买给他吃 吃完了之后 你母亲因为吃了这个药 死掉了 好 那你就认为 是你害死你妈妈的 也不对 虽然你有间接的原因 但是你妈妈 会死不会死 跟你虽然有关系 但不是有绝对的关系 但还要跟他的 你跟他的缘 他的业 他的缘 其实错综复杂 这个是非常错综复杂 那么你算是有错 那么你也错了 那么错了 你再执取这个错 你不放过自己 那么这个是最严重的错 为什么 因为你不放过自己 你一直悔恨里面 你没有力量 你没有力量 想到 因为你认为 你父母往生了就死了 那么他就一直受苦 他是因为你而死的 所以你一直在悔恨当中的话 你没有看到光明面 你父母因你而往生 实际上讲 也不是完全因为你 那么就算他因你而往生 那么他就 你可以让他因你而再生 你说那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他都死了死了 难道他还能活回来吗 他不能活回来 但是他再来轮回的时候 因为跟你有缘 跟你有缘 那么你努力让自己提升 让自己向上向上向解脱 你有变得更有 因为你之所以让你妈妈受苦而往生 那是因为你没有智慧 你只有孝顺 但没有智慧 好 那么现在你把你欠缺的这一部分补上来 你变得更有智慧 你帮助一切受病的人 受苦的人 那么让你更有智慧 那你妈妈 从轮回的角度看 你妈妈死了 不过就是生命的一段结束而已 跟你因缘一段的暂时离开而已 如果他跟你有缘 他一定会再来找你 你一定会遇见到他 而且他会跟你产生互相的影响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缘还没了 尤其是你这么孝顺 这么意念他 那么他缘还会再来 那么你现在没有准备好 因为你一直在悔恨 你没有改变掉你的愚痴 下次再来的时候 你还会再害他一次 那么所以你现在要知道 你的问题在哪里 你没有智慧 所以你把你的智慧提升 你下次一定会遇见他 我告诉你一定会 只是你不知道 他曾经是你妈妈 如此而已 那么你在遇见他的时候 可能你也有这种因缘 他在受苦的时候 你帮助他 这个时候 你就能让他再生 就是他本来会死的 因为你 他不死了 那么你好好想 这些事情一切都是缘起的 真的 那么缘起的重点 在你内心的变化 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那如果你没有 那他就会一次又一次 那么这个悔恨 就会一直在你内心 到你死了 你再来 你还是有意无意的 会有这种做错事 你就只知道悔恨 而不知道怎么改变 这个其实我发现到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也曾经陷在这种情节里面 并不是说我有害死过人 不是这样 我是说我们会一直有一些 在一种一直悔恨的里面 悔恨会拖住你的脚 让你没有力量 所以 所以不派佛教里面 悔恨是 悔是什么 不定法 你做错事没后悔 那个是恶法 你做善事 后悔 那个也是恶法 那你一直在后悔 那个绝对是什么 葬道法 所以你重点不是 重点是 你聊悔恨事 让你知道认错而已 那认错最重要 你要知道错在哪里 下次不能再有这么错 所以假设有人因你而往生 那么你就发怨 那么我有机会 我必令人那个人在生 你这样就好了 那是一个怨 怨从怨来 彼此有怨就彼此有缘 真的 那你好好了解 这个世间它不断在变化 再遇见很快 告诉你 真的 上次我们见面 在加塞佛罗时代 现在已经在释迦佛罗时代 真的就会这样 其实很快 那你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执着这个世间 然后在那一些 很小很小的世上 执着上 心力都花在那个地方 就是你的心力都在那边 捡石头 什么样一些没有的 花在那个地方 而没有推开你人生中的这些石头 所以你要好好想这些 就是世间 其实它这里跟你讲 一切现象 诸形无常 一切现象 它都不断在变化 它不断在变化 那么有一些变得快 有一些变得慢 有一些如你所愿 有一些不如你所愿 但不管它怎么变 它一定都是有因有缘 它不是随便变的 所以你能够掌握这个 它之所以变 它之所以不变 了解 你就能够促成它怎么改变 一样 那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 会经历很多境界 那过去的 过去的 那一直留长在我们内心的 如果它没有成为 这种经验没有成为 你智慧 我们说不经理事不长一致 那没有成为你的智慧 反而成为你的伤痕 那么你一定要放掉它 因为这些对你毫无作用 那么你的内心 不管你因为哪件事 想不开的也先不要想 没有意义 你以其把心力放在 解决过去的事 不如把心力放在 认清现在的事 真的 那么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那讲无常 讲无常 我们大家都知道无常 但是正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你的心又不无常 就是你直取它的常 那么过去发生无常 都已经不见了 但是你还一直直取的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就是常 不然呢 所以 所以 你 其实这个经文 其实看起来是这样 然后但是就是说 你生气 就是 你能够 如果你能够 持续去想 它在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那 那我们 我们要怎么用这个经 这个经怎么行 受持嘛 受持就是 它基本上 第一个 你先记起来 意念 意识 然后行识 你怎么样 它告诉你 怎么观 若涉 若未眼无常 涉 眼视 眼处 眼处 阴眼身受 好 那么你的眼间 看到了这些境界 而言耳鼻子 跟这些常常都一样 那么它产生 反应 反应来自于 你本身的价值观 就是说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你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然后最后 它会产生什么变化 你 你怎么看待 怎么理解 然后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大部分的解决 不管 你所谓的解决不解决 就是你摆着让它烂 或是你根本就不理它 它也是一种解决方式 但是 它 它 并不能解决问题 苦 还是会再发生 因为 你没有从它的根本 从它的因缘上解决它 所以 它 下次 因缘在成熟的时候 必然再发生 那么你现在的解决方式 就造成 你未来的苦印 其实是这样的 缘起也是讲这个道理 好 那我们来看 所以它这里说到 一切无常 那 无常 苦空无我 也是这样 十二到 十四都是这样 那十五经 也一样 其实基本上是一样 都差不多 差不多了 好 那 只是它 讲到 益处 益处因缘身受 那这个 多了 不太一样而已 那其实都一样 那十六到三十九经 那 这是前面 第十五经 是一切无常 那么一切苦 一切空 一切无我 所以 十五经 这个 一切苦就十六经 一切空 就把它 把一切苦 换成 把一切无常 换成一切苦 把一切苦 换成 就是说 第十五经 这里 一切无常 你把它换成 一切苦而已 那 一切苦 云和一切苦 为 远 苦 远是 苦 因为无常 故苦嘛 从因讲 从果讲 那么 把苦换成空 十七经 那么换成 非我 无我 十八经 换成一切 蓄业法 十九经 你就给他写 写一写 二十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写到最后面 一切赤然 一切烧 赤然跟烧 也是一样 也是苦 五蕴赤胜 那么 这个 就变成 三十九经 你一个 想要写上去 就是从 十六 一切苦 到 三十九 一切烧 那一一 皆如上 跟十五经一样 一一经 广说 好 那这个是 讲到 讲到 这个 六路处 一开始 一开始 这些 其实它是一种 归纳 就是 无产苦空 无我 那 言而凭着 真意 对色归相会 处访 好 那么现在来看 这个 四十经 第几页 一百七十三页 四十经 好 他说 有这么一天 佛住在 家舍 斯利沙 肢体 那这个 基本上在 摩羯头国 那么 肢体是塔的意思 塔式的意思 那 后来就称为 寺院 寺院 金色有时候 也叫肢体 那肢体是塔 那早期佛教 早期佛教的寺院 是没有塔的 佛教寺院是没有塔 后来才有塔 那 因为 塔是什么 塔装的是什么 舍利 舍利是在家人 供奉的 出家人没有在 供奉舍利的 就是 佛 及佛弟子 涅槃后的舍利 基本上说是 令在家人 去供奉 生福报 出家人都是 依法修行的 早期是这样 那后来 在家人 供舍利 供了供了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不信佛了 那 建的舍利塔 那就 荒汇掉了 荒汇掉 很多出家人 觉得 这个舍利佛的 这个木剑远的 这个是大家张眼的 这舍利塔 怎么荒汇症这样 就在那个舍利塔 附近住 住啊住啊 就在那边 形成寺院 那后来 慢慢慢慢就 那么 像泰国 明天 建寺院 都是一定有舍利塔 就变成 寺院一定有舍利塔 那我们的 就变成不是舍利塔 变成是宝塔 就变成 很多是观赏用的 中国里面 的七层宝塔 它原来也是 放舍利的 就放骨灰的 然后来就 就是它改变 那这个肢体 一般来讲 就是塔 但是也可以 就是说金色 或是 就是出家人住的地方 那这个在 加野山 加利斯 加舍 斯利沙 知情 那 这个在 我们说 摩羯头口的 这个 黄泽城 附近的 这个巷头山 就加野山 那佛陀也在 这个地方 佛陀就是在 这个地方 为三家舍 讲 南烧经 那这里是 讲三家舍的 就是佛陀去 视线 就是去 度化三家舍 这本经验就这样 佛陀去度化三家舍 好 那么他说 这个佛住 加舍 加舍 斯利沙家庭 一千比丘去 三家舍 总共有一千比丘 那 佛陀度了 六十三个比丘之外 之后 那么告诉他们 一个人走一条路 去度众生 那他自己一个人 去度三家舍 应该是说 度大家舍 也不是大家舍 去度三家舍 中的老大 那 这个 他说 皆是旧 淫法中 婆罗门 那三家舍 老大是 优罗平罗 优罗平罗 是一个村的名字 优罗平罗 村 叫做木瓜林 那么 老二是 加野家舍 就是 菩提嘎亚 加野城 住在加野城的家舍 老三是 纳提家舍 住在 纳提河的家舍 这个不是他们的名字 就是 他们住的那个地方 一个住在木瓜林 所以叫做 优罗平罗 家舍 一个 就是优罗平罗 的家舍 优罗平罗的家舍 就好像我们说 帕奥禅师 帕奥不是他的名字 帕奥是他住的 那个村落的名字 类似像这样 那 比如说天台的什么 他住在天台山的 那么 嘉祥 吉障 他是住在 嘉祥市的吉障 他有那个代表性 那三家舍 优罗平罗家舍 他先渡优罗平罗家舍 那渡优罗平罗家舍 他们 佛陀 渡吾比丘 不是用神通 用 讲四弟 但 前面的六十三个 都是说法 但是渡大家舍 先用神通 那就比较不一样 好 就是三种教界都有了 神通四线 那么先用神通 那这个 先渡大家 先渡这个 优罗平罗家舍 优罗平罗家舍 渡化完了之后 那么 他两个弟弟来找他 因为看见他把 那个拜魔的 那个器具 火供 拜魔的器具 都丢到泥连蚕额 丢到泥连蚕额 那个泥连蚕额 顺着下去 被他的弟弟看到了 那么 发现到 说 我大哥 我大哥修行用的这一些法器 大哥修行用的一些法器 怎么都被丢掉了 是不是遇到盗贼 遭遇不测 所以他就联络他另外一个弟弟 就那两个 然后一起 他们大概有 也是四五百个人 因为他们三个加起来 总共有一千个人 然后 赶到他哥哥那里 然后就在优罗平罗那里 那 发现到 他成为 就是 佛在那位 为他说法 然后他就感到疑惑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 他大哥就跟他讲 然后后来三个兄弟 跟他的徒弟 全部一千人 就归依 这个 归依这个 佛陀 那么佛陀就在 这个 也在 加野山 把 对这一千个人 对一千个人 说法 说燃烧千 因为他们就是火供的 他们是拜火的 跟本火 居家火 福天火 然后要念些咒文的 因为 我们上次讲过 婆罗门里面 有一些就是他 所有的祭祀里面 对火神的祭祀是第一 是最殊胜的 所有的祭祀里面 火祭 就是对火神的祭祀 是最重要的 那 所以他把这一些 祭火用的 那么 这些东西都丢掉了 然后后来 后来这个 佛陀为 三家社讲的 因为 这个三家社 优罗平罗佳社 是 是这个王舍臣的 品伯梭罗网的师父 品伯梭罗网是归医的 因为他在那里 是非常有宗教势力的 品伯梭罗网是归医 这个优罗平罗佳社的 是他的弟子 品伯梭罗网是 优罗平罗的弟子 然后 他看到 因为他常常去见他师父 那看到 他师父 跟这个年轻人坐在一起 那 这个 品伯梭罗网是 见过这个年轻人 因为他佛陀还没成佛的时候 去王舍臣托佛 品伯梭罗网曾经说 你来 你来帮助我住国 我分一半给你 国土给你 然后 然后佛陀我没有答应 但是你说好 那既然你不愿意 那么 希望你成佛的时候 来度我 所以他度三家社之后 他就想起 要跟这个 品伯梭罗网的约定 来去度品伯梭罗网 然后就 品伯梭罗网来了 来就是 度了他师父之后 然后他就 他怀疑说 到底这个年轻人 是我师父的弟子 还是 这个 我师父是他的弟子 就 就开始有这些事 那 佛陀渡了三家社之后 就 生世 因为那个是王舍臣 最大的宗教集团 就生世 而且又渡了国王 然后就开始 生世 生世 就很多了 然后后来就渡舍利佛 目见年 佛教就稳固了 就一千两百五十个 然后 就变成长随众 然后就 一般所 两个 一个就是品伯梭罗网盖的竹林金色 一个说是迦兰陀长者 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 他叫做迦兰陀竹眼 那迦兰陀可能是一个人的名字 可能是 有些说是 一个鸟的名字 那边常常有迦兰陀鸟 所以叫做迦兰陀金色 有些说有一个迦兰陀长者盖的 那不管 那品伯梭罗网有帮忙盖 然后就盖了竹林金色 盖了竹林金色之后 那么竹林金色有十六大院 每一个院有六十个人 就十六个聚落 就是那很大 那就十六 比如说十六栋大楼 每一栋大楼有六十间房子 那 有七十二个讲堂 那加起来 差不多有 有这个 有这个 六十六 九百多了 将近一千多间房间 非常多 那 这个 那个时候竹林金色盖的时候 一间有舍利佛目见人 就是后来有盖了 那竹林金色就变成一个 佛法一开始的根据地 后来须不提到王舍城 就竹林金色正好在共生 他就去听 听了证出国 就想办法在舍卫城 舍卫城跟王舍城还离蛮远的 中间还隔着屁舍里 都在恒河边 那就回去舍卫城盖了一个 祈元金色 后来佛教就渐渐渐渐渐 越来越发展越来发展 都是从杜三家社开始的 好 那我们来看 就讲到 稍微讲到这个历史了 所以他说 结是就饮法婆罗门 饮法就是 婆罗门有一些 他把头发 他没有剪的 很多现在外道还这样 他把头发编起来 然后绕成一圈 绕成一圈 然后再用那个布包起来 通常都是这样 所以叫就饮法婆罗门 那么二十四尊位千比丘 就是三家社 优罗平罗家社 纳迪家社 家野家社 做三种四线教化 何等为三 其实就是神口义的三种变化 神主变化四线 他心四线 教戒四线 这个叫神口义 神口义的三种教戒 这边到了 先下课